來看到高雄有一例確診個案以後 市長陳其邁宣布六大家延措施 市府是派人到各大市場進行全面消毒 另外也出動警方到八大場所來領檢 看有沒有確實做好實聯制 是用這個最高規格的態度來做防疫工作 而且現在有傳出境外芭蕾舞團的成員 原本要到魏武營表演 因為疫情臨時取消演出 團員回國前做採檢 竟然有一個人被檢驗出是陽性反應 從室外到室內 管方特地找人全面打消毒 工作人員還仔細擦拭每張椅子 因為高雄出現案1289後 又傳出原本要來魏武營表演的 境外芭蕾舞團 因為疫情臨時取消他們的演出 沒想到回國前 有曾經在國外確診的團員 檢驗出陽性反應 16名接觸者目前也居家隔離當中 民眾想來魏武營卻鋪了個空 確診個案出現高雄市政府各個單位 繃緊神經積極防疫 魏武營更是封管 5月17號前不只進行消毒作業 還要嚴格控管每場演出的人流 表演還可能臨時喊咖 因為陳其邁下令 防疫加延六大措施 公共場域強制戴口罩 實聯制量體溫 總量管制人流管制 如果無法落實者 應暫停營業或關閉場所 大喜賣場百貨公司得召開說明會 宣導落實防疫的作為 在夜市市場捷運站等社區公共場所 也將全面消毒 趁著晚上沒有攤販人潮的時候 市府人員進駐全面消毒 在沒有列管的八大行業 也出動警方加強茶器 民眾到八大行業 有沒有確實做好實聯制 有沒有戴口罩 通通變得很重要 市府要用最嚴格的標準看待 避免高雄成為防疫破口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接著